第11题,取干净四管甲和乙,在甲四管中加入蒸馏水三毫升及一代M的HCL容易一毫升,混合均匀,再从甲四管中取出一毫升容易,与蒸馏水三毫升加入乙四管中混合均匀,并取大小完全相同的每代两段,分别放入甲乙两四管容易内,所发生的现象因为下列合着,我们知道甲乙两四管都是盐酸, 然后都投入每代,我们知道活性大的金属加锡酸会产生氢气,所以甲乙两四管应该都有泡泡产生,这个泡泡是氢气,我们又看到乙四管是甲四管吸氏后的结果,也就是说甲四管的盐酸容易比较浓,乙四管的盐酸容易比较淡,那么浓度越大,反应速度会越快,所以产生的泡泡会比较快,所以第11题问我们说, 所发生的现象因为下列合着,我们答案选的是C,甲乙两四管均产生气泡,且甲四管产生速率较快。